快上 随着老飞一声怒吼 密集的火力射向了天空 隧道中涌出的机械章鱼刚冒头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无数武装机甲的攻击下 机械帝国的先头部队被攻击了七零八路 但战士们根本不敢有丝毫松懈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冷酷无情的矩阵帝国 无关信仰也无关荣耀 即使明知有死无生 也根本没有一个战士退缩 一旦他们倒下 人类就会彻底沦为机械帝国的奴隶 但越来越多的机械章鱼已经杀入了基地 冰冷无情的机械根本不在乎伤亡 地甲战士往往一个疏忽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上方的炮台也渐渐压制不住喷涌而出的章鱼 这些可怕的机械怪物如同空群一般涌出 只片刻工作就将塔台吞噬 更坏的消息传来 第二台钻机也进入了基地 与此同时隧道中的汉墨号正在用各种匪夷所思的动作全速回原 这艘战舰上装带着仅剩的一台电磁脉冲椅 但飞船也吸引了无数章鱼的围攻 章鱼们毫不在意伤亡 顶着猛烈的炮火冲上了飞船 而正在提及西安基地的部队也接到了命令 机械章鱼们很快围住了隧道出口 很显然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堵死这个大门 还有不到12分钟战舰就要回归 但基地此时已经宛如人间炼狱 无数章鱼正在肆意收割着守军的生命 强大的武装机甲已经所剩无几 距离大门最近的老飞正在鼓鼓之翅 但对于树木庞大的机械军团来说不过是飞水车星 另一边汉墨浩也渐渐支持不住 狐贼们已经突破了剑桥 大门再度打开 飞船和基地都会面临毁灭 就在此时老飞的武装机甲跌跌撞撞的爬了起来 谁也没想到一个训练都没通过的小子竟然真的启动了机甲 大门开启的那一刹那 巨大的飞船直接撞了进来 强大的脉冲波喷涌而出 所有的章鱼全都被吞噬 基地虽然暂时被保住了 但所有人都知道 真正的战场在另外一边 大雨调泼的矩阵世界之中 四周全都是冷酷无情的矩阵特工 获得定化的史密斯已然将这个世界所有的生命全部同化 如果不能消灭史密斯 无论矩阵还是人类世界都会崩塌 所有人在此见证着最后的一战 而为首这位正是由先知转化而来的最强特工 无需多言 两人直接发起了冲锋 猛烈的一击之后 两人同时被击飞出去 尼奥安然落地 而史密斯却重重地衰落 显然第一局他落了下风 紧接着史密斯一飞冲天 尼奥紧随其后 两人的碰撞在空中爆发出了巨大的阴浪 宛如两个超人在空中对决 都是突破了矩阵限制的存在 片刻过后尼奥被一击空进了大楼 还没等他稳住身形 史密斯已然冲了进来 尼奥一个跳跃闪过 两人在空中对视 尼奥一个后翻蓄力 借用巨大的冲力发起了冲锋 被击飞的史密斯愤怒不已 毫不犹豫地再次发起了撞击 尼奥也丝毫不虚 两人再次碰撞在一起 然而这场惊世大战始终要落下帷幕 最后一次碰撞之下 尼奥终于倒下去 史密斯站得了上风 抓住机会的特攻 还突上了重重的一击 看着倒地的尼奥 忽然史密斯觉得眼前阵物非常熟悉 但矩阵世界哪里会有什么玄幻的预言 猛然惊觉这一切都在母体的计算之中 发狂的史密斯直接将尼奥同化 但就在此时 一股巨大的能量冲进了尼奥的身体 矩阵内被同化的尼奥在剧烈的红光爆炸 很快红光便犹如病毒般 扩散到整个矩阵世界 各攻史密斯终于被消灭 原成去遵守了和尼奥的约定停止了攻击 纠缠数个世纪的大战至此结束